我的卡被他刷爆了 这可能是我应该受到的惩罚好了 但是XXX为什么可以让我的损失 暴增多了10万块 第五人格 2,990 单日他就可以刷就是三四十次这样 这里如果是正常消费 你有传简讯这些都OK了 今天这个是异常消费 这样子银行还是没有打电话给我 还擅自帮我调高了信用能度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不是合理的事情 信用卡的销单突然够出大壁消费 待会再看差一天也没闻闻去 总结买30万块钱不是让他透露 你是主家人才会好心疼的费 我看到我的email信箱有非常多的 XXXX的消费通知 所以我打电话去询问 他告诉我是Google口网 我当下认为我是被盗摔 隔天我发现是家里就是10岁的小孩 他有一个Google帐号 绑了我的这一张卡 应该是他做的消费 原来10月后心理小手机的油黑 在那边的一个位 偷偷在妈妈的背后 录126笔油黑点数 为佣将近买30万 因人犯粗时间修理 但是当休假先跟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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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他通行没好好处理 还没免疫苗把他信用卡押都钓贯 我质疑他 我的信用卡额度是20万 为什么可以让小孩子 在网路上刷到30万 然后不用通知我本人 我没有去做这个动作去申请 我也没有任何财力证明 新资证明 你们可以突然间 就把我的額度调高10万块 让我儿子来倒刷 我的卡被他刷爆了 这可能是我应该受到的惩罚好了 但是XX行为什么可以让我的损失 倒增多了10万块 我们行无大无纸刁馆信用卡抑刀 让十岁的学生 我们就回来还能够劲加多钱 现在要求退款 对于是一破三这个困难 他们是说只有15笔权限 就是帮我扣起来当作争议款 但是超出的部分 超出我的新额度还有大概5、6万块 他们认为我是必须要支付的 我们行当真的 我头回来找邮门医生 希望对方可以帮忙协调退款 但是 他的用途大部分其实都 除了用在自己的帐号身上之外 然后他也能去做送礼的一个动作 他都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们变成之后 我们也没有帮他做扣回 然后退给他的动作 因为他在第五人格这个游戏是花了有20几万 就算是最高消费的一个游戏 他们可以退还没有使用的除值点数 但是一个小孩子他除值完 当然是为了要买里面的宝物等等之类 我相信他可能不会有剩下什么金币余额 那果然他们查了这个账号之后 发现没有任何的钱可以退了 如果你有未满是三岁的小牌 你可以设定一个教训 混购买 你这个小孩子要买任何东西呢 就变成了还是要回到你的地方 你才能帮他做操作 那如果代理人他这边不同意 他提出一些文件要申请退费的话 业者可以就没有玩的游戏费用 可以退回去 也就是说营用的话 他就不能退 本来我的信用额度完全被刷 到突然间多了十万块 这个我没有办法负担他 四个的肩膀来顺问 考生做的月 把信用卡越来越崩潰 这三十万的卡位 凶肩膀可以买乱 但他还是坚持任何 游戏那边把信用卡压度提供的部分 不应该算在他的头上 要求继续跟游戏进行协会 希望这能顶到合理的答案 刚才中心 新宝宝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